大家好 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 传递正能量 故事发生明朝时期 在通州大安县内 有一个年轻人名叫王福 他出身贫寒 家中父母早早地便离世了 只剩下他孤身一人艰难度日 王福没有什么大本事 平日里便靠着上山砍柴为生 可是这位伯的收入也只够王福养活自己 如今他二十有余 按理说早就到了娶妻的年纪 但是人家姑娘看到他的条件 根本就不愿意嫁过来过苦日子 所以渐渐的便没有人再给他说没 这天 王福背着柴来到了城里 由于王福砍的柴十分归掌 所以城里的大户人家总是会优先买下他的柴 若是赶上主家高兴 兴许能多给他几个铜板 王福送完了柴后 抬头一看这天色竟然暗了下来 而且还刮起了大风 王福心中暗叫一声不好 看来就要变天了 他家里还有许多坎德新柴放在院子里 若是都被淋湿了 可就卖不出好价钱了 于是王福连忙吵着家里跑去 为了节省时间 王福便决定抄小路回去 在这城外的后山上就有一处进路 只不过山里经常有野兽出没 所以很少有人在此过路 王福出城之后 便按照印象朝着后山跑去 谁知就在这时 天空瞬间就惊雷乍现 紧接着一场瓢泼大雨便哗哗地下了起来 王福不禁一阵心酸 完了 看来自己这几日砍的柴都白费了 他本想着今日都将柴背到城里卖掉 谁知道天空不作美 这下子恐怕他连吃饭的钱都挣不到了 就在他发愁之际 突然接连几道雷电同时落下 恰好击中在了后山之上 这巨大的动静让王福险些跌落在地 他不禁后悔抄小路了 这若是劈到自己 岂不是白白丢掉了性命 可是他已经走了一半了 只好硬着头皮快速通过 可等他走了几步之后 突然发现前面出现了一个大坑 大坑周围是一片狼藉 树木都被劈得所剩无几 而此时那大坑之中 竟然散发出了点点光芒 好似有什么东西在里面 王福心中一紧 他曾经听说过 有人捡到了天安来时 捡去卖掉赚了一大笔钱 一跃成为了那富贵人家 莫非今日便是自己走运的时候 想到如此 王福心里便激动不已 于是他赶忙朝着坑里跑了过去 等到走近一看 不料这眼前之物却让他苦笑不已 原来这坑里竟然是一只 通体白色的狐狸 这狐狸也真是倒霉 浑身都被这惊雷劈得破烂不堪 有许多的伤口 还在往外面流着鲜血 王福心地善良 既然自己遇到了 他就不能弃之不顾 于是王福便来到山上寻找草药 由于他经常砍柴 所以对这山上还算熟悉 当然认得一些能够止血的药草 很快王福便采来了药草碾碎给狐狸 敷在了伤口上 一番忙碌之后 狐狐狸的伤势总算是被稳定住了 于是王福便上前 于是王福便上前将狐狸抱了起来 找了一处隐秘的山洞 这才将狐狸放下 如若不然 狐狸可能被周围的野兽给分尸掉 做完这一切后 王福便转身离开了 就在他离开之后 狐狸便虚弱地睁开了眼睛 将王福身上的气味牢牢地记住了 也正是由于今日的善据 在不久后竟然救了王福一命 几日之后 王福像往常一样上山砍柴 刚走到村口 便见到村里的赵亮家办起了白事 王福不禁心中疑惑 他可记得这赵亮可是刚娶了媳妇 怎么几日过去了就办白事呢 于是王福便走过去准备打听打听 此时很多村民都来此帮忙 王福见到邻舍的黎武也来了 便上前问道 武哥 这赵家是怎么了 难道是赵亮的老母亲出事了 李武低声说道 是那赵亮死了 他的老母亲知道后一病不起 这都是朱家为赵亮办的白事 看来那许寡妇还真是客服啊 赵亮家中贫寒 再加上有一个年迈的母亲需要照顾 所以根本就没有女子肯嫁给他 不料就在几日前 赵亮竟然成为了朱家的老爷 朱远外英年早逝 如今诺大的朱家只有许氏一人把着 所以许氏便打算招一个夫家过来 与自己一同度日 没想到这好事竟然落在了赵亮的身上 只不过人们都相传许氏客夫 娶了他怕是有钱拿没命花啊 可是赵亮却不肯放过这难得的机会 便答应了下来 没想到这才几日就被朱家林失手送了回来 王府不禁一阵唏嘘 他可从来不相信有客夫一说 多半是赵亮运气不好 想不了这么大的福分吧 等到王府砍柴回来 远远地便看见一个妇人在自家门外等候 走近后王府不禁一醒 这不是村里的董大姐吗 她可是村里有名的媒婆 经她签的线几乎都成了 王府上前问道 董大姐 今日怎么来我家了 莫非是有谁家姑娘看上我了 董大姐见到王府回来 连忙说道 王府啊 今日我还真是来给你报喜的 而且还是天大的喜事 城里朱家的许夫人看上你了 你可千万别错过啊 文言王府一愣 他没想到竟然是许氏看上了自己 要知道自己与许氏都未曾见过面 而且纳赵亮也才刚刚离世 为何他就如此着急地找夫婿呢 王府本能地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于是他便开口道 董大姐 这许夫人乃是大户人家 为何就偏偏挑上了我一个穷小子呢 董大姐不禁笑道 那还不是我在许夫人身旁替你美颜了许多 如此好的机会你可要把握住啊 听到董大姐的话 王府心中也是有些动摇 要是凭他自己的本事 恐怕这辈子都娶不上媳妇 如今只要娶了许氏 这朱家的财产不就都是自己的了 想到如此王府便决定应下此事 他可不信纳克夫一说 董大姐见到王府答应了 也是激动不已 连忙去城里给许夫人报喜去了 到了第二日 王府便跟随董大姐来到了朱家 许氏连忙将二人迎了进来 王府见到许氏的第一眼便相中了他 要知道许氏当初可是一等一的大美女 再加上这些年保养得好 看起来就好似那娇滴滴的小姑娘一样 许氏感受到王府的目光 不禁脸色羞红 如此小女人的姿态 让王府更是心动不已 董大姐说道 许夫人 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王府了 别看他出身贫寒 但是为人善良 待人很好 是一个值得依靠的好男人啊 文言许氏开口道 我朱家不缺财富 只缺一个能主事的男人 只要王大哥能够真心待我 我便知足了 文言王府不禁心中激动 他连忙保证道 我王府发誓 这辈子对你绝无二心 定然会真心真意地对你 见状董大姐连忙说道 既然如此 那不如就趁着今日交婚式定下 嫁好三日之后是个婚嫁的好日子 不知许夫人意下如何 文言许氏一脸娇羞地说道 若是王大哥同意的话 此事便就此定下吧 王府连忙说道 好 好 就以董大姐的意思吧 转眼间三日过去了 二人的婚事如愿而至 不过前来吃席的宾客却没有多少 因为许夫人说毕竟这是在朱家 要是大操大办 那岂不是对不住死去的朱园外 王府表示理解 于是便简单地办了场婚事 二人也就算是成为了正式的夫妻 等到二人来到洞房之时 本应该是干缠玉烈火一般烧的阵王 却不料许氏一盆冷水浇了下来 让王府苦笑不已 许氏说自己这几日身体不适 所以不便同房 王府哪里能强求 于是便柔声说道 娘子放心 这几日养好身体 以后有的是机会 谁知几日之后 王府却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因为他发现自己这身体 是一日不如一日 原本壮硕无比的他 现在竟然多走几步路 都会气喘吁吁 就好似那年近古稀的老人一般 王府不禁心中意紧 莫非妻子真的是克服之命 想到这里 王府便赶忙找到了郎中看病 可是郎中把脉之后 也没有发现有何一样 这可急坏了王府 郎中健壮只好开了些 给他补气血的药 或许能够有效果 于是王府便带着药材回了家 他喝药时都会背着妻子 若是让他知道了恐怕会心里别扭 又过了几日之后 王府整个人已经受到脱骨 整个人只能躺在床上 无法下地了 王府没想到这世上真的有克服一说 看来这天上掉馅饼的事 还真的不能及啊 许氏陪在王府的身边 眼睛都哭肿了 许氏说道 夫君 都是我不好 像我这样的厄运之人 只能孤独一生 我只能下辈子再与你做夫妻了 王府说道 娘子 这都是我自愿的 我不怪你 待我死后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莫要被别人欺骗 可就在这时 下人突然走过来说道 夫人 外面有一个道士打扮的人求见 不知道所谓何事 文言许氏浑身一颤 随后他便一脸冷漠地走了出去 等到了门口 果真见到一个道士在此 许氏不禁问道 你一个道士 不在山上修炼来此做甚 道士笑道 贫道下山也是一种修炼 今日路过贵府 还想要和夫人讨要一碗水喝 许氏听闻就这一件小事 还让他亲自过来 不由地来了火气 便冷声说道 你给我离开 朱家不欢迎你 说吧 许氏便准备转身离开 不料就在此时道士说道 许夫人又何必抓着不放 你的丈夫早就已经死了 话音落下便见到许氏脚步一顿 此时他早已经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不过很快许氏便平静了下来 他连忙说道 我的丈夫明明就躺在屋内 哪里死了 你这个臭道士简直是一派胡言 不料道士却继续说道 频道有办法让你的丈夫与你相见 许夫人当真要赶我走 文言许氏心中一喜 他瞬间就跑到了道士身前说道 此言当真 你可莫要欺骗于我 道士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许氏再考虑之后 这才将他领到了家内 不过他却是带着道士 来到了一处密室 此时这密室中正躺着一个中年男子 竟是死去多日的朱元外 更奇怪的是 这朱元外竟然失身不服 不知道许氏是如何做到的 道士望着朱元外的尸体叹息道 你的痴情非但救不了他 反倒是让他饱受折磨 就连投胎转世都没有办法 只见道士对着朱元外轻轻一点 下一秒朱元外的魂体便凭空出现 许氏见了不禁失红了眼眶 这些年来他日思夜想的丈夫终于见到了 朱元外说道 娘子 你被那清风道长给骗了 他传授于你的方法乃是一种邪术 目的就是给他增强修为 而我只能被困在这尸身之上 根本就还不了羊啊 原来当初朱元外刚刚离世 那清风道长便找上门来 说他可以让朱元外怀扬 许氏心中大喜 于是便花大价钱请他出手 清风道长在朱元外的尸身上 刻下了咒印 随后又在许氏的床上刻下了相同的咒印 只要许氏让别的男子在这床上睡上几日 那他的阳气便会转移到朱元外的身上 等到阳气够了 朱元外自然就会醒来 可是许氏已经害了不知多少人的性命 可是丈夫却一直没有苏醒的迹象 只不过朱元身不服一直在激励着他而已 如今得知事情的真相 许氏不禁瘫倒在地 原来他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而且还让丈夫被折磨至今 此时他的心里是无比的悔恨 到时开口道 那清风我自会去收拾 朱元外的灵魂我也会将他超度 让他有投胎转世的机会 而许夫人你欠下的债也是时候偿还了 许氏文言连忙扣谢道 多谢道长 名副罪大恶极 现在就去投案自首 如今我的丈夫能够转世 我也就放心了 于是道氏便先离开了密室 将这仅剩不多的时间留给了二人 而他则是找到了王府 此时王府的状态已经差到了极点 道氏连忙施展术法救下了他 术法被破解后 王府便感觉身体一轻 整个人都舒服了许多 他看向道氏感谢道 大师真乃高人也 若没有大事相救 恐怕我早就丢了性命 不料道氏却笑道 恩人救小仙一名 小仙这次只是来报恩而已 恩人不必客气 闻言王府微微一愣 不知道道氏这是什么意思 道氏继续说道 我便是当初恩人救下的那只白虎 当日我正在肚解 不料实力不济 险些被劫雷劈死 多亏了恩人搭救这才保住一命 还因获得福提升了修为 王府心中震撼 没想到这世上还真有仙佳 他也算是开了眼了 就在此时许氏走了进来 见到王府已经恢复了大半 心中也是震惊无比 于是许氏便将自己的真面目 告诉了王府 王府知道真相后也是心中悲痛 一方面是觉得许氏欺骗了他而伤心 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的痴情而感动 后来许氏为了补偿王府 便将这朱家的一切都留给了他 而自己则是去投案自首 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后来王府请狐仙出手 挑选了一块福地 将许氏和朱远外 合葬在了那里 后来王府在媒人的介绍下 又娶到了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 二人一起经营着家业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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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